秒开楼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.sworld。 北京时间,7月13日,据USBF铭记沃纳罗斯基报道,爵士目前愿意交易米切尔,并且正听取其他球队,对米切尔的前赛交易报价,爵士对所有球员的交易,都是开放态度,其中,米切尔,是爵士最有价值的资产。 沃纳罗斯基报道,有很多球队打电话询家米切尔,爵士表示了拒绝,但对手球队表示,爵士目前,已经重新开始听取报价。 目前,爵士对于米切尔的要价非常高,哥贝尔交易后,爵士不再直接拒绝任何关于米切尔的交易来电。 此前,爵士总经理,谈到米切尔时曾表示,NBA的事情在发展,所以,我不能坐在这里说,任何人,都不可触碰。 我们正在努力打造一支冠军球队,但我们没有交易米切尔的意图。 对于米切尔的情况,新资专家Bodymarks发推写道,米切尔,在2020年,提前续签一份新秀制定顶新合同,合同还剩下4年。 未来4年的薪水,分别是,3040万美元,3260万美元,3480万美元,和3710万美元,去年,是球员选项。 续签指定新秀顶新的规则,是一支球队,不能有两名签下5年新秀顶新合同的球员,蓝网和勇士,难以加入米切尔争夺战。 绝世记者Tony Jones根据报道,预计纽约尼克斯,会迅速为米切尔,制定交易方案,由他交易由米切尔的。